看你的右看你的左 因为我们不只是要看耶稣而已 我在我们左右每一位身上也看见耶稣 神的同在正在改变我们 我们要一起来到神的山 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祂 对我来讲了这是一个呼召 但如今我们不再是杀动物 而献祭来到神的面前 你知道我们以前如果要到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行多少的洁净的礼 要敬多少次 但是耶稣借着牺牲他自己 这一切我们都不需要经过了 但是我们仍然要牢记 耶稣并没有废除律法 祂是来实现陀拉 如果我要认识耶稣 祂就是陀拉 就是神的话语 祂就是神的话语 在神的话语里面 真是有太多的丰盛 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 分享完 在这么多的教师坐在我的面前 有安藤、丘尔利 有安藤、丘尔利 他们都是我们很好的导师 大家可以跟他们请教关于陀拉的问题 请他们来教你们 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事物 不是我们基督徒 基督教已经失去的 当我一个犹太人的身份来到教会 然后我看到十字架 我敬重着十字架 但是我这个犹太人呢 但是这个十字架对我的意义 却是不一样的 我固然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我感谢他 最后两分钟我会结束 但是是以色列人的两分钟 感谢主 我们合一了 谢谢耶稣 我们要来到圣山 你知道在巴比伦那个时代 我们被驱赶到列国 那在耶稣的圣山上 在耶稣的同在里 当我们借着圣灵跟真理当中 来敬拜祂来到祂面前 并且呢我们敬重我们所起源的根源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来敬拜祂的根源 还有你要去住在谁家 在万王之王的面前 对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敬重过去的历史 即使呢在世代之间有不同 所以呢我们要彼此互相帮助来明白过去这些历史 因为呢不懂这些历史我们也没有未来 我们要来牢记这一切 神如今仍然活着 神如今仍然活着 神就是爱 他也爱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在敬拜别的偶像的时候 事实上 这是神很难以忍受的事情 神很爱我们 他渴望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祂 祂爱我们爱到祂牺牲他的儿子耶稣 而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 借着祂我们才能够在心灵跟诚实里面来敬拜神 所以最后让我们用祷告来结束 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为这些亚洲的教会信徒感谢你 主要我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位 我知道在这里有不同的族群 来自亚洲不同的领域 但是我们都是来到你的同在人 主要我们放下我们自己 那使我们分隔的不同 主要借由耶稣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谢谢你使我们合而为一 主要如同耶稣所祷告的我们要合而为一 我们要合而为一 圣洁的神啊我们为这聚集的时间感谢您 我们谢谢你 你借由以色列之词 你来跟我们分享你的话语 主要还有很多我们有代明了 我也有很多我们要去做的 主要但是借由大祈师我们已经能够来到至圣所 主要这是最重要的地方 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花时间在你的面前 我们也为盖和他的家人来祷告 我们也为他们的孩子祷告 我们也为他们的孩子祷告 我们也为这个安息 这个重新得力的时间来感谢你 主要我们已经感受到你在他们身上的不同的工作 主要求你继续你已经开始的那奇妙的工作 主要求你给盖一个刚强的声音 主要求你给盖一个刚强的声音 主要求我们需要更多的土生土长的犹太人来传讲耶稣 主要求你让你的爱来缓成耶稣 主要求你给盖你的名字祷告 主要求你给盖一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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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求你得好 主要求你给盖一个罪 感谢观看